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接连续 先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是玩的,是刚刚登陆Switch平台Steam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 名字叫做角色扮演游戏时间光之传说 这是一款创意十足的游戏 它将这个游戏与这个手绘这个绘本结合在了一起 带你体验一个充满情怀又包含创意的大冒险 重温年少的激动啊,这个游戏还曾经斩获过日本最大的独立游戏展的大奖啊 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 这个游戏之前是这个Xbox独占啊 然后它现在终于是到了这个这个Switch平台 我们就来试玩一下 喂,终于放学了,想玩点什么 去草场踢球 还是去体育馆打篮球 还是说来玩这个 当当当,笔记本RPG光之传说 哦,好可爱哦 是我做的游戏哦 那么你想玩哪个 我如果说想玩足球篮球 那你这游戏怎么进行啊 呃,我们选这个B啊,RPG 对,RPG游戏时间 果然啊,就该选这个嘛 笔记本RPG光之传说 开始RPG时间吧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那么就开始游戏吧 不过在开始游戏之前先让我准备一下 现在是加载时间 首先把我用的铅笔和橡皮放在这里 拿来播放BGM的音乐播放器放在这里 我会负责播放游戏时的音乐 最开始要放的是这首 哦,使人动响 这里是用拼斗制作的状态面板 好,LV1G 哦,看 生命值和勾气力的问题 一会儿再说 好,然后再稍微装饰一下 最后是这个说明书按钮 只要按下这个就可以阅读说明书 加号,对吧 OK 说得了,加载完成 要是准备好的话 就要按加键吧 OK 哇,好酷哦 诶 你的指尖为世界点亮了希望之光 冒险的大门终于要开启啦 哇哦 那么就开始序章吧 序章是什么啊 光之谷 这里是光之谷啊 是人与动物和木相处的 非常和平的王国 竟然有一天 大片西黑的乌云笼罩了城堡 竟然是从魔界袭来的 企图征服世界的魔王军 然而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箭矢 那就是 当当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四位头搭配着飘扬的披风 充满正义感的勇者莱特 哦 莱特跳下悬崖 哎,莱特你这么勇的 直接跳悬崖呀 下面轮到方向剑登场了 哦 使用方向剑一边操作勇者 一边向城堡前进发 哦,你们看 他直接把这怪物们给打飞了 哦 哎,这个过不去啊 只能从另一边走 哦 哇哦 这有个大怪物呢 怎么办啊 哦 城堡前一见混乱 可怕的魔王大军就在维飞落散 呃,我们把音乐稍微调一下 看一下怎么调音乐啊 好像调不了 哦 OK,那我们先这样玩吧 人和魔物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哇,我们的勇者 勇者登场 勇者朝着城门通了过去 这么大的怪物 哇哦 勇者用剑击败了魔物接近了城门 勇者用剑击败了魔物接近了城门 而就在这时 哇哦 巨龙出现了 魔王出现了 哇哈哈哈哈 人类啊 跪倒在我面前吧 我是魔王叠斯哥德 从今天起光之国就是我的了 哇哦 出来吧雷衣公主 拥有可增的光明灵 力量的人 哇,公主出来了 离开这里 这里是神圣的光之国 这里不是像你这种企图 用暴力占点国家的魔物干来的地方 闭嘴小姑娘 我要把你带走 哇哦 这魔王也太猛了 坏了 传来了公主的悲鸣 勇者全速跑向了城堡 滚开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小时候 就是自己画的那种游戏书啊 真的太充满童真了 按照数字的顺序 揭开贴在笔记尾上的电签 然后阅读 哇,这么好啊 漫画时间开始 哦 匆匆赶往城堡深处的勇者 勇者大人 公主我就带走了 面对拥有压倒性力量的魔王 勇者不甘示弱的架起来剑 你想和我决于胜负吗 那就陪你玩玩 哦,要战斗了是吗 这里要使用方向键和键按钮 好 用这两个按钮输入必杀指令吧 上 下 斜 下 斜 躲避 哇 哇 这还有必杀技啊 指令 必杀天空斩 刀光剑影 哎,你这有点省事了啊 火花四剑 坏了,勇者之剑折断了 因为勇剑断了 现在更新一下装备画面 我靠 坏了 攻击力下降 陷入了大危机 无聊 你就这点能耐吗 魏魔女 把公主带走 勇者捡起剑桥追上去 待见了勇者 哦,坏了 难道我们要输了 飞吧虫子 勇者大人 哎哟 可怜的勇者 这怎么办 我们被击飞到哪儿去了 还有世界地图啊 我靠 冒险的舞台 瓦棱指大陆 大陆很大 勇者究竟会落在何处呢 调到的就是大冒险的其实地点 其名为 什么 最初的洞穴 第一章 勇者来的大冒险 就从这里开始咯 那么来看一下洞穴内的情况吧 请看笔记本 哇塞 你这个游戏做的真的 这游戏做的真的好棒啊 坏了 直接掉了十滴血 哦,生命 坏了 三十减十 剩余二十点 生命尺啊 减少到零厘米的时候就结束了 行吧 首先要把这个勇者救出来 怎么救他 试试我制作的方向键吧 OK 来吧出来 一边压一边转动 怎么转动啊 OK 让我们操纵俑者开始探冻学探险吧 好吧 这里能出去吗 这里能出去吗 这树叶都做了特效啊 有一件重要的事我忘记说了 冒险途中身为管理员的我会突然发起一些事件哦 我出现敌人了吗 哦,有宝箱 给我们个新的这个 哎呦,坏了,擦去道路了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画一个梯子 哦,要从另一边走 我靠,那我宝箱 那怎么办啊 攀登方式还是可爱的 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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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让松松软软军团集合吧 什么 我靠,小动物们架了一个桥啊 玩偶塔 行吧 那我们这个宝箱怎么办 拿不到了不就是啊 这个作者真的好恶意啊 而且我们现在走路好慢 OK 走了 往上塔 玩偶塔 可还行 OK 走 哇 石头落下来了 注意落石哦 小心点 哎呦,坏了 防御力 哦,可以啊 增加了一个防御力 哎,坏了 又给我造成伤害了 哦 哦 我靠 勇者没事吧 啊 啊 这是剧情杀吗 应该是剧情杀啊 游戏结束 啊 这里是游戏结束业哦 如果想看攻略就揭开提示虫吧 ZL键 用头盔来防御岩石 怎么 哪里有头盔啊 照想勇者就得按下这个打巴掌按钮 来,连续按键再挑战一次吧 应该是故意的 哎 疯狂删勇者巴掌 好 这就为勇者回复生命值 来吧,准备好了吗 哇,我们的生命好像又回到了30啊 哇 还是本子还挺长 这我们,哦,这有头盔啊 好 我们要在这儿接一个头盔啊 来,这有,哦,哦 有头盔了 好 不愧是摩托车头盔 哦,完了 又被运势 哦 多亏了防具 一点儿 你这个摩托车头盔也太牛逼了吧 行吧 继续前进啊 你,你这头盔确定没有多逼吗 这是什么地方 存到点 通过关卡 啊,下一回是什么 哦,还有圣剑 哇塞 哇塞 从火之火把的火中居然出现了魔物 我是火之化身火焰人 别让我来告诉你 就让我来告诉你 是不是炙焰般热血的战斗吧 哦,来吧 啊,RPG怎么能缺少了战斗呢 第一次战斗啊 这怎么打呀 看看 得先给你用者之剑 OK 接下来登场的是我制作的秘密武器 我靠 你在铅笔上装个这个剑的这个剑柄 就可以升级是吗 太可爱了吧 哎哟 要让这个来攻击的话 先示范一下怎么打呢 哦 刷的灰剑就可以攻击敌人了 来给你现在是拿起勇者之剑的时候了 上吧,战斗是回合制的 试着砍一下任何你想砍的地方 来吧 决定攻击的方向 向按压的方向灰卡 哦,哎,miss了 爸 坏了 哇,人家打了我四点 连头发都烧焦了 直接攻击无效 哦,这里有水 是不是要用这个水打呀 来吧 哦,水倒了 哦 呀,是可乐,不要啊,这是个可乐是吧 将碳酸饮料倒下来敌人 敌人的火焰变弱了 哇,他这个战斗还挺有意思啊 还需要用弱点 好,你看攻击力都降低了 太好玩了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水桶给他弄翻 好 哎呦,水桶里边没有东西啊,怎么办 嗯 零点伤害 那我们来吧 好,干掉了他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多少区啊 看一下给我们升级吗 没升级 好,继续推进举情吧 直接把火焰人给擦掉了可还行 拔剑吧 只有被选中的勇者才能拔出来 我靠,怎么是个铁弦啊 咦,这真的是剑吗 这不是铁灸吗 嗯,那是铁灶 啊,这不是铁灶吗 啊,铁灶 啊,铁灶 铁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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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剑丁灶 铁灶 这啊,大黄灶 ,这上面要绕点 就把我的蟑螂 那我在哪儿挖呀 啊 等会儿我来看一下 铁锹啊 我们就拿起这个铁锹来挖 使用挖掘按钮 哎这这这这这这不行 这挖不了啊 这应该可以 哦 这是什么 埋着一个骨骑 哦 一个箭头 哇靠地被挖穿了 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 这里好像 有个闪电标记 这是什么 哇靠 被电蚯蚓垫到了 这怎么办 这是什么 得到了一个告示牌 哦对 那边有宝箱 我们去拿一下宝箱啊 原来从这里可以过去 好 哦吼 这里还埋了个伏笔是吧 这里怎么有个 小企鹅啊 这企鹅想干嘛 想抢宝箱 里边有什么呢 是宝箱形保温箱 有一瓶可乐 神马可乐 还有嘞 没了 哦 解锁了食物菜单 敲响这个铃铛 就可以打开食物菜单 简号 OK 哇 午餐时间到啊 在这里可以使用获得的食物来回复生命 事不宜迟选择想吃的食物 试试看吧 那就这个呗 喝下可以回复30点生命值 咕咚咕咚 用这喝下了神马可乐 恢复了 哇 属性值也可以得到提升啊 厉害哦 哦 抱歉 战斗做得不错 好 那我们就继续冒险咯 Let's go 还有什么 指南 Z2件 触摸这个放大就都能开启解说模式 解说模式开启 是由我来解说笔记本上画的东西的一种模式 呃 只要触摸有感叹好的地方 我就会为你讲解画的内容 这也有点太多了吧 这个解说模式还有隐藏功能哦 其名为寻找迷你忍 寻找藏在笔记本中的小忍者 诶 我们来看一下寻找迷你忍 我看到了 这儿 这不就在这儿吗 哎就在这儿啊 迷你忍 呵呵 必发现惹 还有吗 好像应该没了 OK 台湾迷你忍的页面的 呃就会在右下角画有迷你忍印机哦 哦 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冒险了哦 哦 它这个游戏系统真的好丰富啊 太丰富了吧 天呐 我感觉这游戏的美工得做多少啊 OK 这里好像有饮料 是不是 还是有一个什么按钮 正确 解答按钮的是勇者 那么请回答 抢答铁锹游戏第一题 铁锹的起源是武器 呃 yes 对了吗 是不是不对啊 完了 回答错误 它是农具 好吧 这如果答对了 是不是有钱啊 这里好像也有东西 这是什么 杯子碎掉了 这么多陷阱的嘛 浪费我时间 这啥 牙齿 蛀牙化石 这好像也没用 这前面这个像是个虫子 什么猫 猫尾巴 笑死的 这有一朵花啊 这是什么萝卜 不是花卷 是怪物啊 我不是花莫骨 是以头上的花为特征的花艳鼠莫骨 我要向哥哥告状莫骨 完了 勇者被花艳鼠讨厌了 诶 鬼知道你是花艳鼠啊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一双鞋子 这是什么 装备吗 鞋底有什么东西 秘密暗号 挖掘龙尾所指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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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这是最后一波了 你们胆子真大 好 勇者击败了所有的土僵尸 鞋子上的暗号 龙尾所指之处 应该就是这儿了 反正我们把它都给挖掉 这个鞋子上有什么东西 看看 第二只鞋子 好 靠齐一双了 是不是可以装备了呀 诶 这好像是同一边的鞋子 怎么办 但是这个鞋子上也有笔记 秘密指令 下上下 漩涡挖掘 下上下 下上下 OK 绝密指令 下上下 OK 龙尾所指 诶 这里好像有钢 是什么 放屁坐垫可还行 可能应该是这儿啊 下上下 没什么用啊 好像 怎么还有个篮球啊 过分了啊 应该是这儿了 是吧 下下上下 这也没有漩涡呀 这是炸弹 这怎么办 我操 我被炸死了 啊嘞 这里不是龙尾之处吗 啊 在有炸弹的地方使用漩涡挖掘 那个漩涡挖掘怎么用啊 下上下 然后挖掘 啊哈 什么意思呢 秘密暗号 下上下 然后挖掘 下 上 这好像还是不对啊 这个地方是怎么操作啊 咦咦 咦咦 又死了 再给我扇巴掌 扇起来 这次给他倒凉水啊 来吧 醒过来 咦咦 咦咦 勇者好可怜啊 这里 这里我看一下这里是啥意思啊 诶 这里是什么 骑士 这是什么 提示虫 给你提示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要在非常危险的地方输入那个指令 这个指令 我输了呀 没用啊 这指什么 蝗虫的化石 下然后我们往上 这不还是挖出来了吗 这个 这个指令我不太懂 它到底是怎么用啊 怎么输啊 没用啊 奇怪了 给我起来 好难哦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上下 然后 下上下 然后这个 下上下 这没用啊 下 上 下 哦 哎 怎么解锁出来了 他是要挖到最后一下的时候 再输入这个指令 好吧 端出了喷泉是吗 绝了 你啊 啊 这石油啊 好吧 我等一下 谁来了 哇 土僵尸王 哇 一把 一把抓住了我 怎么办 竟然在我头上有铁锹 铸牙都被你挖痛了 我是土僵尸王 我将在这里 表结你 哎 真的可以打过他吗 哎呀 我怎么打这个土僵尸王 来 你给我下来 他这个 哦 可以打他 哎 他把我给吃掉了 下巴掉了 来吧 把这个炸弹给他 摁出来 炸 好 哎呦 他把我给打 坏了 我也掉血了 哎呦 坏了又把我给吃了 然后我们来吃一颗猪牙 来吧 哦 好 猪牙被拔掉了 还谢谢我 哎 那看来就是应该拔猪牙 来吧 吃掉我 好 那把他的这个猪牙给拔掉 哇 没血了 好 哎 拯救了你啊 这僵尸王是不是得感谢我 勇者 哈哈 你居然帮助了身为敌人的我 哈哈 错为 他因为拔掉牙了 说不清话 所以故意打的错字 笑死了 拆剑 走了 这个十字剑跑得好慢 哎 这里好像有东西 哎 先别走 这里有个发光的土锥没挖 等会我去挖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啊 地面突然开始摇晃起来 花燕人 哦 挖动勇者 刚才你居然敢用铁锹敲我弟弟蘑菇 来用棒球一决胜负吧 莫菇 啊 这里还要打棒球是吗 你喜欢看棒球吗 呃 我也不知道喜不喜欢 没玩过 棒球很简单的 怎么玩呢 首先准备活动莫菇练习时间 把我投出来的球打回来就行 好 给打击按钮 好 来吧 没有打到 东西倒了 这个时间有点难掌握 来哦 等一下 哎 又没打到 推慢了 好 哦 好 全雷达 哎 坏了 要开始战斗了 直球莫菇 好嘞 受到了15点伤害 高速球莫菇 啊 没打到 坏了 他这个速度不一样了 哎 又没打到 实际不对啊 好 啊 来吧 再给我来几下 直球莫菇 哎呦 坏了 打晚了 晚了 晚了 我现在占优势啊 秘密武器来给你最后一集 他要给我们什么啊 轰 我靠 这是什么啊 战车都上来了 哎呦 Kidding me 你要用这个发球啊 堂堂正正的战斗 你这 你这哪里堂堂正正了 还要开始了 怎么还有解说员呢 我靠 超凡速球的最终守护神坦克验射 这炮弹将球装进了炮堂 我靠 你这不公平吗 我操 这你妈能打得中 我都没反应过来 接下来第二球 卧槽 这 这根本都看不到球 再挥空一球 比赛就结束了 这他妈也太难了 这个接球手也太强了吧 能不能一直按灰球啊 投手 投出去了 哎 怎么回事 哎 时间暂停了是吗 你这家伙 就在这时球说话了 哎 球怎么还说话了 我的名字是球球人 棒球比赛怎么可以用坦克呢 笑死他了 对吧 俑者 体育果然还是得公平 哎 你这游戏还这么公平呢 来吧 打回去 哦 获胜了 爽快的一击啊 哈哈 这游戏也太充满童真了吧 我的妈 感觉这个游戏很适合跟家里的孩子一起玩 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 游戏时间结束 哎 你还要战斗啊 你确定你要战斗 我打地鼠是吗 花燕鼠出现了 打地鼠 完了 砍错了 坏了 打了我三点 这什么时候能预测到啊 过来中间 不来 不来 来这 人家就不来中间 好像 6点 好 受到了6点伤害 华操 华操又打了我三点 狗狗的磨牙棒 好好 我要装备那个了 莫菩 诶 装备了安全帽 我要怎么打它 这怎么办呢 好嘞 忘记戴安全帽了 对啊 你怎么戴着戴着又摘下来了 坏了 我要死了 哎呦 我没血了 刚刚 还好它这个游戏可以无痛的这个复活 哎呦 我的勇者 要被这个水给浇醒了 山巴掌 哎呦 可怜的勇者 有点难啊 勇者的血有点少 我们把这给它打完 来吧 好 装备这个安全帽 来吧 它应该会来到这 哎 哎 怎么到那了 哦 有安全帽 坏了 没打到 哎呦 要白挨一下打 坏了 还好两点啊 来 哎你别给我戴安全帽了 又安全帽 好 没安全帽了 哎呦 有安全帽啊 这里 这里没有 又有安全帽 我们就在这守着 你还不过来 你还不过来 我就在这个下边守着 哎 你就不过来了是吧 哎 六点 该死了吧 还不死啊 卧槽 又打了我五点 哦 需要大家的帮助 攻击与画上相同的艳术 哦 要攻击这个头上有花的 看来有好几只艳术会 钻出来啊 OK 不要打错哦 有花的 啊 这个 哦 花的种类还不一样是吗 靠 哦 呦 它这个战斗 挺有意思的 来吧 最后一击啊 头上有花的 这个 哎呀 没打到 操 都要挨打了 哎呦 有点难啊 主要是 这个用这个摇杆 不太好控制 你知道吧 本来就慢 好 啊 他这个如果是鼠标点就好了 他这个用摇杆控制这个光标吧 就有点难 嘿嘿 赢了 哦 把坦克给我们了 这么好 2B牵笔 嘿嘿 谁把他塌掉了 而且获得了坦克是吧 笑死 还能继续往前看 好吧 绝了 OK啊 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 我今天这个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啊 今天给大家试玩这游戏名字叫做 RTJ游戏时间啊 光之传说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 找一找 游戏目前登录了这个Switch平台 Steam平台 Xbox 以及这个Steam平台啊 然后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游戏灵迅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